如果有弊案也要把它揭發出來 我也相信司法會還我清白 你還從挺雙來說明 你是有什麼實現不見特別要來說明 你曾經的嗎 因為今天應該是吳征跟李正浩爆發外犯罪 基於立法委員的權責 我們監督預算還有政府的政策 還有我們所有相關對國家的免利益的事情 因為很顯然從爆料的陰檔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裡面有非常多的弊端 甚至會危害到我們的國家跟人民 甚至浪費我們的納稅錢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透過司法單位可以徹查清楚 如果有弊案也要把它揭發出來 我也相信司法會還我清白 其實大家知道吳 最正立立 他自己也聲明說 他把那個錄音的東西 交給韓國在台灣的使館 最後一些韓國人回去之後 去幫忙去幫忙去幫忙 馬文君泄滅的事態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高檢署 對 高檢署呢 要有更積極的手段 應該馬上收押馬文君 燃烈的不用擔心